第一个,我们也是先画一个方块 它这边这一体有给尺寸 80斗点,60斗点,50斗点 这来的话,就是画一个什么呢? 画一个这个,它要在那个 终点的地方,它画的位置是在 这看起来有点不是很清楚 我们用3D线架构 原则上它的意思应该是说,把这个圆球放在哪里呢? 放在正中央,放在上面这一条线 这一条线的中间 所以我们用圆球,圆球的半径为多少呢? 40,所以中心点在这里 然后拉一下,40Enter OK,好了之后的话呢 再把这个两个做什么呢?做交集 特别这个交集的话,把它切换回来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把它交集之后,就留下它跟它之间有重叠的地方 那交集的部分的话呢,是选这个交集 交集之后的话,它选物件 选物件的话,这两个一起把它选起来 用虚线的方式选起来,按空白键 OK,那就留下我们要的部分了 OK,这一块 就是这一部分 OK,那这一题也比较简单 那等一下再来看五支十二页的这个地方 那五支十二页这边的话 它要我们做出一个有点五边形 然后在五边形的中间 再画一个什么?再画一个锥形 锥形 那最后再把结果 它的重叠部分呢,留下来 有点像铅笔 好吧,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哦 谢谢大家